他問你要不要問 這個他們倒是沒問 奇怪只有這題沒有問到 這題很納悶 很納悶怎麼沒有問這題 你其實幫我們講一下早上跟川島教授百合了解 都是交換意見 有時候我沒聽 其實我們大部分都聽他講 他有沒有什麼新的觀點給你啟發 啟發喔 我都發現一點是這樣 其實日本跟台灣一樣都夾在中美中間 所以日本怎麼應付這個局面 倒是常常可以給台灣做一個 不管就是給我們當作一個reference 一個叫參考點 所以等剛剛在東洋文化研究所裡面 也是在討論類似的話題 他們是研究兩岸 研究中國研究台灣 所以 學者嘛 學者本來就被什麼都好奇 他們有給你一些親美日有蹤的論點嗎 還好啊 反正我跟你講 學者跟政治人都不一樣 學者他就是做學術研究 動物體育就這樣 好玩就這樣跟你講 那問了什麼 還講喔 他問你要不要可以問 這個他們倒是沒問的 奇怪 只有這題沒有問到 所以你很納悶 很納悶怎麼沒有問這題 他們提出最有趣的是什麼 他們提出最有趣的是什麼 奇怪的話 扯到國家運就好 哈哈哈哈 你到底是不有趣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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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那樣啦 其實學者跟政治人都不一樣 學者就是他們對學術上有興趣的題目 你之前也是學者 所以學者跟學者之間溝通 還是說你現在一定政治人都不一樣 不是啊 學者跟學者溝通就存學術題目 市長 因為你三年前 你訪問學者的時候 你說學者會的你都會 這一次有沒有 你不會的 沒有啊 其實我們每天都有不會的 其實是這樣啦 就是不會 其實來的主要目的喔 不是說我們要做什麼的 而是讓我們的木曜跟這些人都有建立聯絡的關係 其實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國際的顧問 我們有問題 我們在不同的地方有做顧問你知道嗎 透過Email可以問一問 你們的想法怎樣 你蒐集不同的這種大學重要的顧問 說句五六個我們自己在綜合判斷 對我們做決策會有很大的 品質會改善 所以坦白講 你以為來講幾分鐘 會談很多錯誤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是讓我們 我們自己的團隊的這些年輕幕僚 跟他們這些交換民間 建立Email的connection 對我來講才是最重要的